SAM这个工作表里面呢 请各位先帮我打开这一边 然后呢底下有个什么小学的那个成绩 那成绩部分的话 当然如果你要加总 一般是上面有个SAM加总 不过这样子似乎太简单了 加总好像这个每个人都会 所以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变化一下 如果我在上面加上比重 比如说我30的话 比如说第一次占30% 然后呢第二次的话呢 一样是30 第三次的话呢 那我就呢变成40好了 假设呢 total也是100% 那我如果说我今天的我的总成绩里面 里面还有包含的有那个所谓的比重的问题的话 在上面在第11列的地方 那个空白列部分 那如果我要加上一个比重 那我要该怎么做 产生结果会是最简单的 那一般的想法是这样的 如果说你用公式来做的话 它可以等于什么呢 等于它的成绩 乘上它的比重 乘上它的比重 加上什么呢 加上它的成绩 所以第二个成绩 乘上什么呢 它的比重 那你会发现一定是 哪个成绩比重相加 相成之后的加总结果 那如果说你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成绩少还OK 可是我成绩一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哇你光要把这个全部的值 全部做完 其实还蛮麻烦的 因为你要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这样的点击 或者你可以用打的 我发现有些同学比较习惯用打的 那我的习惯是习惯用点的 因为点的话 第一个比较省力气 点一下跟你打的 好像点一下跟打两三个 两个字好像点一下比较快一点 第二的话 你用点的也比较不会出错了 所以像我都用点的 拿一个点拿一个点OK 那再来的话呢 当然我等一下会把总成绩算出来 可是会向下填满 打勾之后的话 答案当然出来 不过这边的话 我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会有个问题 就是我的比重是在第十一列 那如果说你没有把它锁起来的话 成绩一定会出错了 所以向下填满 这边一定会出错 为什么 因为它的这个十一会变十二了 那当然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在十一的前面加一个钱的符号 那这个主要是要锁定固定的位置 那当然你可以按F4 一般坊间的书籍是 只要我们按F4 不过F4的话会变成怎么样 它是两个都锁 其实两个都锁 我觉得不精确 应该是锁一边就好了 慢慢你们要习惯哦 不要没事两个都锁 为什么 因为很多地方其实需要锁栏 你就锁栏 要锁裂就锁裂 因为如果搞不清楚的话 很多时候你有些结果你是做不出来的 所以我一直强调 你只要锁单边 我一般书里面比较少强调这一点 主要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要做比较复杂的运算 可能会除了向下之外还会向右 那像有一个什么九九层法表的练习题也是这样 你如果不了解锁栏锁裂 你是做不出结果来的 OK来打勾一下 那当然向下填满之后的话 这个结果一定是正确的 那可是你会发现这样相乘蛮麻烦的 所以呢 在那个 ysl里面有没有哪个函数呢 可以取代这个工作 当然有 不知道各位没用过一个函数 就是相乘之后的 相乘之后的那个加总 里面的话 所以只要牵涉到加总 就会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函数 那函数的名称呢 一般我们在数学里面 其实往下找 你会看到有一个叫sam sam开头的 sam底下后面有几个 像sam samif 这个samif后面我们会提到 还蛮重要 samif意思当然顾名是 就是你要加总会if的逻辑条件 当什么情况下 那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他才会加总 如果没有就不加总 所以其实蛮多地方 你范围里面 你需要加总的有哪一些 那你会给一个条件 这个还蛮好用的哦 那samif s的话 常常同学会问到说 这个if s会多一个s s什么呢 意思就是多条件 samif是一个条件 samif s呢 是多条件 就是一个以上的条件的话 那你可以用samif s 那后面我们大概练习题里面 只有samif 没有samif s的练习题 所以你可以自己找一下 工作里面应该蛮多的 就是你要加总的条件 有一个以上哦 那你就可以用samif s 底下的话有个叫samif s 这个samif s 这个函数的话呢 基本上底下有个说明嘛 传为多个阵列或范围 那其实啊 什么阵列或 其实范围指的是上面 我们选取的到eSale 内部就是一个阵列 外面看到的就是范围啦 有没有 但是到eSale里面的 那个资料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阵列哦 然后呢 呃就是两 所以我们有两个范围 一个是比重 一个它成绩 它底下有说什么 相应对应的元素的成绩 成绩就相成 相成之后的总和 哎那不就跟我们刚刚用的公式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samif s的案确定 那如果说我第一个范围 假设我第一个范围 它的成绩 第二个范围的话是它的什么 它的比重 所以我就把这两个把它选起来 sample 那最后记得啊 把那个 第十一列的部分呢 按F4 那我建议是按两下 按一下是锁两个 按两下只有锁列 按三下只有锁蓝 那如果按第四下就取消 所以它会一直cycle 你其实你可以习惯这个 有没有 哎两个都锁 锁一边 然后呢 锁蓝 锁取消 OK 那我锁列就可以了 那当然它的那个范围 目前只有两个 它最多可以255个 所以一直乘 乘完之后相加就对了 OK 那我们做完之后 按确定之后 那各位可以看到了 那所谓的 所谓的那个范围 就是我们刚刚选的 那它到了那个 esale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会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是长这样子 一定是大瓜糊 大瓜糊里面中间加豆点 OK 之前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那如果说我有一些资料 那个笔数不定的话 其实一个储存格 你也可以放多笔 那中间可以加豆点就可以了 就是有点类似像放一个阵列 那一个阵列的概念就是说 它一个空间里面可以放多笔资料 中间用豆点隔开 这个就是所谓的阵列 OK 所以一个资料里面 假设你一个格子里面没办法放很多个 不然你就是中间加豆点把它有点类似像正列这种概念来处理 你刚好昨天上课有同学问到类似的问题 好 按确定之后的话 向下填满 那我们把它改成整数好了 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的三坡的马上可以做出结果 那相较于刚刚这个公司的做法 好像似乎简单的一些些 因为三坡的它是两个范围互相成的价种 OK那底下的话请各位也许可以试一下 旁边再加一一栏叫VBA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请各位帮我把那个VBA做出来 那VBA前面也有讲过 就是我希望按一下它自动帮我做完这些事情 那方法当然至少有两种以上 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直接把公式 这旁边的公式 直接帮我丢到储存格里面 上礼拜有讲过 那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直接就在VBA里面计算完 把结果丢到储存格里面 那因为我们是一个范围 所以呢 你当然就是要写一个回圈 那这篇的话当然开发人员里面 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就是先试一下刚刚两个部分 然后呢把刚刚这两个部分 转换成VBA 那当然也是也许做三个按钮吧 一个按钮按下去 就是我们可以把那个什么呢 公式 刚刚的三波打公式 直接丢到VBA里面 但是要一个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我下一个的话 基本上我就是要 跑回圈 那回圈里面会有个I的变数 那你可以把这个13 这两个13 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那它输出之后 就会一个一个 帮我把公式丢进来 所以第一个也许 按下它 自动帮我把公式丢到这里 第二个按钮是什么呢 如果我不丢公式 我是在VBA里面 计算完之后 再直接输出 第三个也许就清楚了 反正也许 等一下就做三个按钮 在这边旁边 请各位也许先试做看看 因为前面这些东西 基本上都有讲过 那再来也许 我是慢慢建议各位 因为今天已经 已经是第七次上课了 所以前面如果做过东西 那我们就请各位就先练习 那待会我会把这部分再说 我们下集完 这个讲解 我们下集完 这一个人 是国外系 对